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进一步护士来说 虽然海洋里所说的两个王 不说以外就是如我们所护士的 海外白星和乔伊波伊鲁飞 甚至是海外白星和象征明王的威威 但古的兵器天王可能就还另有其人 那么除了在5157海洞专题 包括鲁飞在内 我们仅护士的六种可能之外 天王又还有可能会是谁呢 其实在4007海洞专题 我们所护士的巨大草梦的新主人 也就是乔伊波伊的可能后代 萨乌罗 所来自的在地之一族中 目前仅有的哈古阿尔巨人族 可能就已经为我们 提供了一条明确的护士线索 换言之早在本68级海洞专题 我们就已经护士讨论的 黄发的228副巨人片 除了如508级海洞专题所护士的 是鹰眼会可能加入的 超越最强的篇章之外 也可能就是从巨人族中 诞生出古代兵器天王的那个篇章 而不管这位代表 古代兵器天王的巨人究竟会是谁 他在巨人中最早出现 由已经被一亩盯上的威威 所指向的巨大战舰冥王 人与共主白星所代表的海王 乔威波伊 罗杰和路费 所代表的同龄以上三王的海贼王 其实可能才是在预言中 将帮助像拉布一样 头部满是伤痕的旗带精英群们 撞开或者摧毁红土大陆 让海贼王世界四海归宜的那些王们 而忽略到这里 我们其实也就不难发现 拉夫德尔所集结的 最终历史证文中所可能预言的 将摧毁红土大陆 并且完全颠覆海贼王世界的王 其实就可能不止是两位王 而是海贼王 加上三大普代兵器后的四位王 好了 本期内容就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贼王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